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五间新闻 行政长官梁振英是一个研讨会上指 确守一国 神行两制 是对香港国家最好的安排 中联办法律部部长黄振文 再批评有人要分裂香港 今年是基本法颁布27周年 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纪念研讨会的时候指 确守一国 神行两制 是对香港和国家最好和最有利的安排 他又强调国家对香港的主权 回归50年之后仍然不会变 有人提出2047年后香港的地位问题 基本法规定50年不变的 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并不是指国家对香港的主权 在50年后可以改变 前港澳办副主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 就引述以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说话 指一国能制方针 是以香港主权属于中国为基本立场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千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 全由香港人 香港人来管 中央一点都不管 就万事大吉了 这事不行的 这种想法不实际 因为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 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 损害香港的利益 如果97年后 有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 在民主仿旨下反对国家的基地 那就非干预不合 中联办法律部部长黄振文提到 有香港人说要把香港分裂出去 令国家感到心寒 他又说一国能制一旦失败 国家的损失是面子 香港的损失却是全部 对香港来说 一国两制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无线电视机者陈日思报道 立法会联席委员会讨论 政府和两电签署新的利润管制或协议 有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可以减电费5% 政府说无法保证 政府和两电签署新利润管制协议 准许回报率由9.99%下调到8% 环境局局长黄振星之前预计 新协议生效之后 电费可以减5% 可能会减电费减5% 可能而已 不是保证 你可不可以确保到一定减呢 我们老实跟大家说 如果你说 是不是一定可以保证 将来电价一定会减的呢 这个我们整个讨论就是 这个是保证不了的 所以整个框架 就是说政府有我们的责任 他们要起基组的时候 我们会监管给不给它起 广灯说无法预测电费水平 回报率只是影响电费 一个其中的因素 其他的因素包括燃料费用 资产净值 营运开支 利息折旧 以及受电量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预测 在2019年的电费水平 确实是很难做得到的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而中电就说 会配合政府研究开放电网 和加强本地和内地电网联网的安排 无线电视记者黄晓盈报导 两个内地男人被控偷窃 发展局局长马兆祥 坐驾车里面的物品 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两名被告分别28和23岁 在案发之后有一个中被捕 案情指两人今个月25日持商情静来港 当日就在尖沙咀科学馆外面 用自制工具击破马兆祥坐架的车枪 偷去马兆祥共值2000元的个人财物 另外又偷去共值2000元的政府财物 裁判官指案情严重 被告在香港有没有固定居所 拒绝保释申请 案件押后下个月26日再提堂 等候控方进一步调查 北韩不理美国警告 再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在今个月内第三次 但是发射失败爆炸 最落北韩境内 南韩和日本表示强烈抗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北韩不尊重中国 南韩军方发声明 说北韩当地清晨大约5点半 由首都平壤附近平安南道北枪地区 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飞行高度大约71公里 但是几分钟之后在空中爆炸 南韩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种类 美国官员就说 发射的相信是新型飞模腿KN17中程导弹 在发射两分钟之后 最落北韩境内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说 飞弹没有对美国造成威胁 今次已经是北韩今个月之内 第三次试射弹道导弹 今次试射的KN17中程导弹 由飞模腿弹道导弹改良研制 今个月较早前也曾经试射 统一型号导弹 但是同样失败告终 对于北韩接连武士国际反对 多次试射导弹 南韩外交部说强烈谴责 批评平让政府明显违反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指北韩如果继续拒绝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 不断发起挑衅 将会面临严厉嫁惹惩罚措施 日本方面也强烈抗议 指缺不容忍北韩嫁接连挑衅 美国白宫说 总统特朗普已经知识事件 他由亚特兰大回去白宫的时候 未有回应记者提问 特朗普之后在社交网站贴文 指北韩再次试射导弹 是不尊重中国 和不尊重国家主席习近平 另一方面 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 早早抵达日本长期附近海域 稍后将会靠近朝鲜半岛海域 和南韩海军演练 有分析认为 北韩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部长级会议 讨论北韩核问题之制试射导弹 是要向国际社会武力示威 表明不会屈服 有美国官员说 特朗普政府可能加快对北韩实施新制裁 美国也可能举行新一轮军演 增派军舰和战机到区内 展示军事实力 路线电视机者 曾孝主播 而在北韩试射导弹前无奈 联合国安理会召开部长级会议 讨论北韩核问题 美国国务卿弟勒心促请联合国 加强对平壤政府的制裁 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坚持 谈判是解决问题唯一出路 北韩局势日出紧张 主持安理会部长级会议 的美国国务卿弟勒心警告 如果不采取行动 制止北韩的核计划和发展导弹 可能会为全球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主张向北韩实施新制裁 帝勒心又重新 如果局势恶化 美国不排除会对北韩采取军事行动 但是中国认为武力不能够解决问题 当务之急是重启对话 是坚持对话谈判解决的道路 无力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对话谈判是唯一的出路 也是各方的明智的选择 王毅有强调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南韩 部署杀德反倒系统 认为损害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 削弱各国在北韩问题上的信任和合作 北韩驻联合国副代表金仁龙就拒绝出席会议 说美国网想用制裁和军事手段 逼使北韩放弃核计划 另外南韩外长尹炳细 美国国务卿弟勒心 和日本外信岸田文雄 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美日韩外长会议 三方一致同意 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外交和军事行动 向北韩施压 阻止平壤政府发起身一轮挑衅 无线电视机者曾孝住不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升级